今天做川式红油肥肠 这个是简单版的做法 它可以做肥肠火锅 或者是做成焦头 煮粉煮面吃 先处理肥肠 这个肥肠处理干净了 后边的就很简单了 要先戴一个口罩 光滑的这一面是和那个接触的 上面是有粘液的 臭味主要也都是这一面产生的 它其实就是发酵的味道 清洗肥肠就用小苏打粉 面粉高度白酒 就这三样就可以 不用加盐 加了盐肥肠就会开始收紧 后边炖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好 苏打粉是碱性的 它可以跟酸性的这个粘液中和 然后比较容易处理 面粉是可以粘掉 它的一些脏东西 还有一些油脂的 白酒是杀菌的 但是白酒倒进去之后 那个大肠的臭味 就会借着酒精迅速的挥发出来 再拌着白酒的那个味道 就所以一定要戴上口罩 不然就是会呼吸的痛 再用温水清洗一遍大肠 这一面就处理好了 你要是怕它有味 或者是洗的不干净 你可以再重复一遍这个步骤 如果要做的是酒转大肠 那就还得把大肠的另一面 翻过来来清洗 就可以借助水流 或者重力翻过来 我这个是做红油肥肠 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肠子抛开 这面就是把油脂肥油给拿掉 需要花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耐心 这个很滑 然后我建议就是用止度 去把这个肥油给捏掉 要比指节掐容易的多 处理完可以再检查一点 然后就是说 不要把它弄得太干净 但我觉得把它弄干净一点 那个肥肠的味道还是很足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两面都处理好之后 最后再用苏打粉 面粉 白酒 抓一点 这一遍就没有那个呼吸的痛了 用温水洗干净 肥肠冷水下锅 放一点去腥的东西 焯个水 芹菜的去腥效果 要比葱姜蒜都猛 如果你要处理那种腥味特别重的 可以用芹菜 水开之后 焯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改刀切成自己喜欢的那种大小 我觉得自己在家吃 你就切大一点 这种大小的外边餐厅是吃不到的 锅里放一斤的菜籽油 我这个是两斤多的肥肠 清洗之前有两斤多 洗完可能只有一斤多 然后放一些蔬菜类的香料 要把这个油给炸成香料油 葱姜蒜 芹菜 香菜 洋葱 都可以炸 炸干之后把香料渣捞出来 然后这个油先倒出来 锅里就留一口油 要把刚才切好的肥肠给煸炒一下 煸炒之后的肥肠才容易卤入味 煸到这个肥肠有一点点往外吐油了就可以了 不用太过 炒红油用的料是两勺的皮鲜豆瓣酱 红油豆瓣酱和老豆瓣切碎 几根二斤条的泡椒剁碎 这个可以多来一点 然后你要是有泡姜泡椒也可以多放一点 瓷巴辣椒一大勺 要是没有瓷巴辣椒不放也行 家里有牛肉酱的也可以来一大勺 用这些就可以炒出来很漂亮的红油 这个卤的时候不需要放酱油 如果你想让卤出来的肥肠颜色更好看 就再炒一个糖色 把刚才的香料油回锅 然后把各种的辣椒酱放进去 这些辣椒是特别容易炒糊粘锅的 就得用小火慢慢的炒 炒到香味出来了 你看到这个辣椒有一点点发干了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辣椒面放进去 再来一勺五香粉或者十三香 然后你家里要有其他的鲁味的香料粉 也可以来一点 这些香料放进去炒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找一个炖锅或者砂锅 把刚才煸好的肥肠 还有刚才炒好的红油料 倒进去再加水 小火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肥肠炖的时间还是挺久的 炖到一半发现忘了放香料了 香料是干的辣椒一小把 我这个是辣度很高的满天心 汉原花椒一小把 白纸两片 草果一个 八角一个 丁香两个 桂皮一片 香叶两片 这些香料没有的话 你就多放一点香料粉 或者十三香五香粉什么的 一把冰糖十克的盐 冰糖一定要有 这个卤肥肠带着一点点的甜味是好吃的 炖好之后尝下肥肠的味道 如果觉得它味道淡不要着急加盐 你再尝一下汤底的那个味道 做好之后要给它泡着 它会继续的入味 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好 要把肥肠里边的所有的料渣捞出来 把这个汤过滤一遍 过滤好之后再做最后一次的调味 最后调味是加十克的鸡精 五克的白胡椒粉 一大勺的芝麻油 盐和糖的量你就边尝边调 这锅肥肠处理的是很干净的 但是肥肠的味道 口感香味全都在 自己在家吃这个也比较放心 肯定比外边搞得干净 然后煮了一个肥肠面